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极客鞋谈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极客鞋谈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极客鞋谈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极客鞋谈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极客鞋谈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极客鞋谈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极客鞋谈 今天背景没有大润发了 因为大润发的招牌已经被拆了 所以我们只能坐在足球场 然后背景是那片老的篮球场 来讲一讲年终盘点 这个就是top10的球鞋 然后最后一名 我们今天先从最后一名看出 最后一名 KT6 这是一双连汤普森本人都错过了的好鞋 一双为了稳而设计的射手鞋 新的缓扇材料 大面积的碳板 补全力的球鞋码术 不俗的外观设计 安踏展示了最大的诚意 如果你平时在不错的场地上面打球 这双KT6代值得一试 KT6采用了全新调校的Anti-Flash中底 并且在后跟额外添加Smart智能分子进行吸震 非常用心 同时前场离地高度只有10毫米 非常贴地 但后跟有23毫米 前后高低差达到了13毫米 安全性方面 中底碳板效果毋用之一 刚刚好踩着线进入前十 然后这双KT6其实刚测完没多久 我觉得总体来说它达到了一个安踏当家旗舰款的水准 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主要的优缺点 优点的话我觉得整双鞋子很扎实 比较适合各种位置的人去穿 除了变相档以外可能不太适合 其他其实都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它没有什么球星个人的特点在里面 虽然它是汤普森的球鞋 但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挺能穿它的 你有什么质疑吗 没有质疑都没穿过 我也没穿过 买都不会买 因为好像你一上秤的时候那个重量多少 480 460多吧应该 这个是有个纸在里面的 我觉得它跟5代的变化很大 对 相较于5代来说它5代的照片其实我是很不喜欢 但是这一次6代的魔术贴还算可以 但是我觉得还有可以再改善的地方 缺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它在性能上没有很突出的一点 就没有说哪一点特别劲爆 比如说缓震特别劲爆 或者保护性特别特别好 倒也没有 我来扭一下 有没有扭过这个 有碳 中国风能接受吗 山水 山水中国风 各种山水 各种山水 我已经很中国风了 我不需要再靠这个鞋来告诉我 我真正的中国风增长的中国风还不鞋了 老北京不鞋了 哦 真的 OK 这个就还偏偏年轻人了 现在连续人都很喜欢中国风啊 花生看到李宁的那个衣服上有几个盘扣 开心的不得了啦 哈哈哈 就是这样子 好吧 OK 下一床还是暗踏 狂潮二代 要缝丝的配置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豪华 但该有的都有 分量也是很足够 中底采用A-Shock 3.0泡棉 重达130克 植物鞋面支撑强劲 重达167克 水尼克性大底 噱头十足 重达136克 单只44.5码的鞋身重量达到了550克 鞋身重量也许是他唯一的弱点 有的鞋子会想成为高端神器 有的鞋子却想用最低的价格来打动你 要讽刺狂潮二了解一下 虽然重量有点过分 但保护性和抓地力都相当出色 水泥杀手可能不会特别狠 但是性价比也足够到位 随便打不行的 这双鞋子其实是我觉得比较惊艳 在我实战了之后 本来对它期待不是特别高 毕竟是一款主导外场的鞋子 然后还挺重 它主要的缺点的话就是它非常的沉 重量的话达到500多克 在前十的里面应该是最重的一双了 它的优势我觉得在于性价比非常高 性价比真的就非常高 不是很优势 印象最深刻的是双11的时候能以一个191的价格最低 当然我是算不出来那个191的 在这个价格的前提下这双鞋子它的抓地力是挺优秀的 整个外底鞋子是水泥克星 但是部分配色比如说我们遇到过两个是死士的联名配色 那个配色的话好像外底的耐磨度并不能称为水泥杀手 它的缓震的话其实就一般 因为它缓震完全是靠软来实现的 前掌看上去好像很高的样子 但实际上它比较贴地 后跟的话稍微厚一点点 前后落差会比较大 后跟的软弹感会比较足 但是可能孙老师就会觉得好软 就是这样子 太重还是太重 我现在看鞋一先看重量 太重的鞋说实话 岁数大了 穿这个鞋跳也跳不行 跑也跑不动 在小学里打球 年轻人就是给你一个火锅 都没有自信了 如果这双鞋都不能带给你篮球场上的自信 要它有何用 安踏今年直进前十榜两双鞋 我是very very surprised 我觉得蛮惊讶的 你不一直都是安踏吗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KT6甚至有点低了 我觉得KT6应该再给它在网上扒一点 因为我觉得它设计比较 但水泥杀手是吗 经验 真的经验 我也觉得还可以 说实话水泥杀手设计比KT6还要暴胀 是吗 对 它很有个性 但都很不错 我觉得比去年 前年看到它太多 太多 可惜 它不是人受伤了 而且晚上还是不要去夜店 烧炮吧 烧完妹子 海沃德也受伤了 海沃德也受伤了 海沃德最新消息受伤了 安踏真是报应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祝大家身体健康 晚上一定要早睡觉 然后一定要锻炼自己的身体 不要太消耗 不要泡疤 不要太累了 太消耗自己的身体 OK 下一名又是我 第八名的欧文卡尔律S2 杂交款的第二代球鞋 德鲁大叔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了欧文 许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它华丽的运球 同时也希望自己在穿上欧文的球鞋之后 变相的功力大涨 如果你也在为自己挑选一双欧文 那这边建议你看看这双Kybrid S2 虽然它不是传统的正代 但是结合了四五六代的优势之后 我觉得这双S2就是目前最强的欧文球鞋了 配置上Kybrid S2可以说是完美集合了四五六代的所有优点 中底选择了四代的配置 让这双S2拥有了长方形抗扭片 以及后跟11毫米厚度的马蹄形气垫 并且前涨12毫米后涨19毫米的离地高度 带来出色的长地感 前后高低差仅为7毫米 这款球鞋是今年Nike我觉得我最认可的一双鞋子 因为它结合了四五六代几乎所有的优点 特别是它的中底选择了四代非常硬朗的中底 并且加上了抗扭片 四五六里面只有四代是有抗扭片的 所以这也就成为了一双欧文的不能 哎呀有个这个有点假 就是也就成为了欧文为数不多的 中间是不会对折的球鞋 所以如果真正喜欢欧文 或者说喜欢欧文风格的球鞋的话 那这双好过六代七代 甚至是五代肯定是不用说的 这双鞋子就是真的很欧文 它的包裹性给我很不错的体验 然后抓地什么的都是挺不错的 然后配色上面的话其实有非常多可以选择的地方 每双鞋子每个配色似乎左右甲都是不一样的 都比较花哨吧 我觉得应该学生党会挺喜欢 说得我有点心动了 但是心动想掰一掰 我想掰一掰 因为我这双鞋是穿过的 就是这个四代我就穿过的 原来有抗扭片的欧文是这样子的 我又回忆起来了 如果真的喜欢欧文或者想买耐克的鞋的话 这双是今年的首推我觉得 可以所有的欧文粉你买这个鞋 就买这个鞋保证你也不太受伤 然后身体也棒棒的 别人总是黑我们说 耐克就是黑耐克就政治正确 极客鞋商就是说亚瑟士吹 然后耐克就不行 亚瑟士yes 耐克no 现在我们就很真实的告诉大家 如果耐克有好鞋 我们也很喜欢他 就直接就是我上来就退 下一床Jordan35 不知道在多少人心目中 Jordan每一年的最新正代都是一场年度大戏 但今年35在面试的时候却饱受争议 大家都说他诚意不足 也许排开实战鞋的身份 Jordan35还背负了太多使命 比如年度重磅球鞋会出现什么新科技 有什么颠覆传统的设计 但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在35上面看到 也许有人购买他就是觉得年度重磅买就对了 但其实他更该被真正适合的人穿上 奔向球场完成他的使命 Jordan年度旗舰35代的配置 其实跟上一代并没有多大差距 前掌气垫后达11毫米 后掌更是达到了14毫米 可以说最大的气垫都给我们了 前后掌离地高度分别是17毫米和24毫米 加上气垫的存在 其实场地感并不好 中底的Eclipse Plate 这次安心做抗扭 效果满分 这双鞋子应该是大家刚看完长测就会觉得其实我对它是比较失望的 如果它不是Jordan35这个身份的话它说不定还算是一双可以磨开的好鞋 但是它是Jordan35 那我觉得远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首先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真的很需要去磨合 甚至到最后我都还没有能够完全适应 相信大家都会遇到两个情况 一是后跟磨跟腱 但这一个点的话我没有试过 就是我自己不会觉得 然后会觉得它后跟的锁定感还挺不错 跟脚性也很可以 第二点的话就是中间足弓的部分 这一点当我在第一次上脚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压迫感 然后在之后磨合开之后 我不敢把鞋带绑得太紧 不然的话它也会出现足弓酸痛的情况 但是在我鞋带不绑太紧的情况下 它居然也能打 就整个鞋子本身它的锁定感还是挺强的 然后中底的情况相较于上一代来说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实质的变化 哪怕是到后掌的气垫变大之后 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提升 所以34 35不知道你们会怎么选 反正再让我选一遍 我应该还是选择34 我给你选32吗 我也想买32 但32好像现在有点贵 很贵 我觉得这鞋吧 挺好的 你会遇到那种顶足弓摩根剑的情况吗 足弓顶但我觉得支撑比较到位 就我没有觉得顶 但是跟剑是真的 可能我跟剑比较粗 就是你跟剑太细了 整体跟剑很长 所以你感受不了 但我觉得其他的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还记得我前几天到鞋柜那里拿个32代一穿上去 我整个人都好了 我觉得这才是桥的正代来确实 应该有的水 那确实 走快走 这种勉强上榜 这不应该是乔丹应有的水 就是乔丹每年应该是前三 我就是实时的 但我不给别人任何几分 今年果然下滑了 我去年我就说乔丹鞋正在下滑 没有人相信 nobody cares nobody believes me now it's true man it's all true 好吧 买马狗狗 第6名 库里7代 库里7是首款采用双密度中底的库里系列 前掌主打micro-g缓震 后掌还加上了hover 中底脚感除了硬以外其实我们无法感受太多 好在单只44码的重量让我们觉得上脚实战是非常灵活的 中底抗扭不用担心 主要依靠的是实打实的抗扭片 回看库里第7代球鞋 双密度中底虽然脚感不讨喜 但是轻快的风格也是非常库里 稳妥的抓地和超低的鞋帮也许就是它的主要优势 你可能想变得像库里一样 像个精灵一般在球场上得分 但也别忘了库里每次的三分看起来那么自信那么随意 更重要的是背后刻苦的训练 每一次投球训练都一丝不苟才助就了今天的他 或者未来的你 这双鞋子的特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抓地力在任何场地都有不错的表现 然后整体的鞋身比较灵活 非常适合库里自己的打法 如果你是喜欢库里或者是打球 在模仿库里 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模仿库里打球的 你们喜欢的话可以选择它 但是它也有缺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中底 真的很硬 那是真的很硬 这个我相信它可以 和这个比哪个硬 我还真不好说 这个是薄的硬 这个是厚的硬 就是它也不会说一直贴着地板 但是它就真的有材料在那也很硬 第二点就是它的鞋面 塑料感稍微强了一点点 包裹好是好 也没有掉根的现象 但是它的弯折处稍微会有一点点不贴合 我看到现在官方价格都是打折 基本上是夭折 这跟以前的那种很高调的安德马比起来 就已经非常良性了 价格非常良性 再就是它比较硬 我现在喜欢硬的鞋 说实话 你说很厚很硬 这个感觉我还没有尝试过 可能会想尝试 而且这一双鞋子 应该是最后一代采用旧的库里logo的球鞋了 而且也是最后一次 一上脚就能感觉到这么硬的中底的库里鞋了 对 来吧 下一代就完全 变了 以后就变了 你变了 现在说交互不总 我与交互的故事 有没有幻想过 有没有幻想过穿一双轻质跑鞋 成为速度大神 在球场上大跨步飞奔 穿过所有防守人 最后完成一条龙打阵得分 有没有幻想过 穿上一双从来自己不打广告说自己轻的中帮篮球鞋 却能感受到违反广告法之亲切 320克 原来它才是最轻的 不用再幻想 它就是亚瑟士的交互 让你与梦想同框 我还记得第一次穿上它 在室内木地板上狂奔 那个34岁的中年人 好像瞬间找回了20岁的青春 它和几乎所有市面上的鞋都不同 脚底 还有透气苦 鞋身里空气一流通 能感觉到脚底有风 跑得越快越有风 脚气越能去无踪 但打篮球再快也要慢下来结合静与动 急停急起才能让人摸不着行踪 就算地板再脏再拉垮 穿着它也能拔场控 交互部的结构灵魂 首先在于前掌贴地感无敌 只有10毫米的离地距离 其次或跟那一块小小的发泡胶PU材料 置于落地时的正下方起到一点点的保护作用 最后抗扭片面积小 但有加强静和透气孔也算是讲究了 这双鞋就是极简设计主义的胜利 于是这双鞋我买了一堆 其他的鞋都在吃灰 今年出的新款都还没来得及怎么发灰 结果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年终总结 必须吹一吹 其实不光是我 两年来也看到很多人买了这双鞋 有了同样的感受 越来越多的人能感受到这双鞋的优点 我很欣慰 篮球鞋的选购变得也更简单 更纯粹了 顿时我觉得胸前的红领巾也更加鲜艳 这就是我与脚铺的故事 你看这个鞋都是新的 看到吗 买了不知道第几双了 脚铺12代 我现在还在穿 你刚才我都在穿11代打球了 还没打烂 我买了三双11代 还不知道四双11代 我已经数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鞋根本就没有机会穿 它的鞋面跟去年有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全是一样的 这个鞋面你说有多大不一样呢 我觉得没有多大不一样 它的重量是稍微再轻了那么几克 但是我觉得也不影响 因为它本来就已经很轻了 它应该是所有的时双鞋里面最轻的 是 是吧 最轻的 没有什么悬念 然后它的楦宽 可以选窄 中楦 宽楦 这一内也是时双鞋里唯一一双 我觉得全世界可能就只有亚瑟士敢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穿这个鞋打外场 这个外场很硬 穿这个鞋没有什么缓震 你如果穿它打外场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非常垃圾 你会觉得你的脚很痛 但是如果你在木地板上打球 你在有塑胶那种很软的那一层那种 室内打球的情况下 你可以穿这个鞋 因为地板已经有缓震 然后再加上这个鞋一点点薄薄的音域 Enough 如果你想体验在球场上奔跑的那种感觉 有速度的那种感觉 让你重新回到十七八岁在校园里 能够跳球飞鞋那种感觉 这双鞋就非常适合 也再也不要说我们是什么亚瑟深吹 你看你今年这双鞋的评测都没有出 就是因为我觉得感觉不大 没有必要再去说 好的东西不需要太去宣传 稍微一点所有人都爱上 一次名Nova Search 你们可能听多了Giaokoop这双鞋 以为它是亚瑟深唯一一双拿得出手的篮球鞋 其实并不是的 这双高胖的Nova Search 才是亚瑟深定价最高的七件款篮球鞋 可以说它的保护性属于顶级的水平 如果你不喜欢太硬太薄的中底 这双的中底韧性十足 不追求灵活的朋友 值得一试 配置方面主导的中底缓震是Flatform Propel 后长是比较普通的Flatform 前掌离地高度16毫米 后掌离地高度22毫米 前后落差6毫米 Use Wars不对身鞋面带来强劲支撑 那Marking到底更适合在高级木地板上面进行实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订阅 这双鞋子是我第一次尝试亚瑟士篮球鞋 然后就感受到了整个亚瑟士所有的那种科技 还有它的用料都在这双鞋子上面体现了 我记得当时一开始我是穿的一双43.5码的 然后有点挤 后来换回自己的44之后就会觉得 这双鞋子的包裹和它的缓震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缓震相较于我尝试过的gel burst和gel hoop来说会更好一点点 但是同样的它也更加肉了一点点 就是离地高度也会稍微高一点 这双鞋子唯一不好的地方在于它的脚踝的灵活性会稍微差一点 在我进行防守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影响 其余的进攻方面那些都是ok的都没问题 就整双鞋子给你的感觉就是很扎实很到位很安全 这个鞋我穿不了 因为我是亚瑟士吹我穿这个鞋我都觉得不合适 所以第一双43码半身我给它了 对我穿不了 我觉得这个鞋我穿哪哪不舒服 因为我的脚也比较宽 这个鞋鞋楦是偏窄 是有点 然后它又偏重 也不是我喜欢的风格就给它穿衣服 然后一定要自己体能比较强力量比较大的 如果你是比较轻飘飘的 或者是像我这种老年人没什么力量的 穿这些反而会变成你的一个负担 他可能是今年榜单里外观设计 走在时尚最前沿的一款 兼具90年来天赌的初线条复古 与当下的流行鞋彩也进行了完美的录音 哟 哟 它足弓鞋内有支撑 外侧鞋面有支撑 鞋头还有鞋底来做摩擦 稳 后跟鞋底EVA与Boost共存 大话步要往前一步 你就是稳 很像移动 像哈登一样米宗 起跳投篮 不用担心缓震 假动作 后撤步 都是老天族的保护 将插步跨下运球 做的太多记得抬起头 诶 没有画面 这让我怎么说 只有人影 哦 可能是他抗扭太行 跑得太勤 让我在球场 根本就是隐形 跳来跳去我也不懂 也许这是天族的初衷 让脚与弦能极致相容 是脚穿了鞋 还是鞋穿了脚 不用分紧 这才是最好 但中底结构略显太厚 如果蹦达步骑 你可能都踩不太痛 性价比挡可入手 投篮挡可入手 BYW X2.0 阿迪 今年出彩的唯一天秀 BYW X2的结构灵魂 在于中底夹侧墙的稳定 打开中底 可以看到八字形抗扭片 并且在侧面还有上翻 外侧上翻的中底材料 更是如波浪一般严绵不绝 后跟中底 除了boost 后跟外侧 也有硬塑料和泡棉结构补墙 属于近几年阿迪篮球鞋设计里 难得的讲究款式 我裂开了 这是今年微信添加的最好玩的表情 就是我裂开了 这个鞋其实也是去年就做了出色 然后后来过完年以后才做的长测 我们也没有想到 也是今年回看去年的榜的时候 发现它的排名很高 于是就把它横移到今年的榜上榜 因为它后来的价格也是差不多600块钱就能够买得到 这个鞋很良心 价格很良心 然后全掌的boost加一款非常大的 八字形抗扭片 配此可以说就是阿迪达全鞋 然后它各个方向 足弓内侧 足弓外侧都有各种上翻的支撑 我觉得就比较到位了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重心稍微比一般的 所谓的天竺这个概念设计的球鞋要再高一点 那就会可能让你有一点觉得重心太高 然后打起来和全部的发力特别强什么 但是它很稳 颜值还可以 很有阿迪的这种荒野的风格 因为阿迪的鞋就是中规中矩 横到杠子 然后给你来点很值得线条 特别是这几年螺丝的鞋 对不起 我代表广大鞋迷跟螺蜜说一声对不起 那个鞋简直设计着 要是有这种颜值我觉得就非常出彩 所以这个鞋出街打球性能都非常棒 价格也很合适 现在网上还是对网多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买双这个B1打不了X4 哎呦 起飞 真的可以 其实今年阿迪有一双米切尔2 险些入榜 已经在排行榜上 但是没有算起来是因为买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对参考太少了 所以两个人打了评论 他自己测过这双鞋 他都没有站在上面打 我主要就打了一场我就记过 就主要没什么参考 挺干净的 唯一是挺干净的 我觉得米切尔2的话就是性价比确实挺高 也是今年阿迪最适合实战的一双球鞋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买 不待见他 为什么 没有人买 不懂 不懂 弹幕说一下 弹幕说一下 我买鞋不看价格 但是我也不买 我觉得是他太丑了 嗯 有那么一点点 也不帅 确实也不帅 有那么一点点 第二名 这双我估计是年度话题性最火爆的一双 玉帅13泵 玉帅13泵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话题性的一双鞋子 可以说这是国产实战鞋的巅峰之一 简约的设计之下是豪华的配置 性能上唯一有争议的就是它的抓地力 橡胶底版本的抓地非常出色 但如果是水晶底的版本对场地有一定的要求 建议想尝试的朋友尽量选择更加靠谱的橡胶底版本 否则你很有可能没有办法体验到它全部的实力 玉帅13泵采用了全掌泵的中底材料 配合上中底的X形碳板弹射感十足前后掌底底高度分别是15mm以及23mm 非常到位想体验玉帅的话这双鞋子或许就是典型代表了 13代普通版已经尝试过是比较不错的 而这双鞋子采用了更加高的配置之后 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 13性能我觉得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可能孙老师也会觉得中底有点点太软 因为还好 算了它低帮版还好 我觉得它并不能适应很多种场地 我穿它在上海的木地板打球的时候有明显的打滑现象 而穿它在我自己家那种贴皮木地板反而就没有什么很翻车的情况 相较于13普通版来说它的抓地力让人觉得没有那么放心了 第二点就是它的购买和它的发售方式 这一点是我相信非常多人都会觉得不喜欢的 你要说这个我能说一个小时发售方式 我也去拍了对 我觉得这个鞋子它的包裹还不是特别好 这个鞋的鞋底很刚硬 太刚硬的鞋 然后你如果鞋面包裹稍微一不好 就会感觉你的脚跟不上这个鞋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包裹 是吗 可能我的脚太宽了 但是我觉得前掌其实上下有一点点空 对就类似这种 就因为它这里都是硬的了 也不贴合 贴合感会稍微差一点点 我就感觉这双鞋的就是略差的 就这里你说的橡胶材质的外底的抓地力 这个真的就是买了 我买的是橡胶版的地方就没有不抓地的时候 everywhere都可以 那就是跟普通版一样 对 但是它不耐磨 就是我蛮以为这双橡胶底的鞋可以打外场 结果就打了两次鞋底就开始被磨掉了 你和真哥都穿过 当时评价可不打地 它主要是它每次都是你给你希望 对 它希望太高了 就是它永远都是那种 哇 就是我们不是花自己钱买的吗 那我们花自己钱买的那肯定是两个人做节目 所以我们就更严格了 他的工资很低 不是不是 我是说就是说我们不是品牌方给 就是我们就是自己买的 然后按照它发生的时间买 从一个消费者来说 我们是真的去排队要买了 我们买鞋 就如果真的是我们买的 我们真的是以消费者的心态去买 对 但是 1000 那当时原价1299 1299对对 但买回来以后确实是就没有想象中 或者说网上媒体里面说的那么那么好 就是它总会把你给搞到一个高度 然后你穿了以后你心里会有一种 哇靠 一定是很厉害的 然后你就会从自己找原因 可能是我不行什么 但是确实是在第一场我们去打那个木地板 赛上海比较贵的木地板 确实滑了 我打我也滑 那就是最贵的 那就是最贵的 就没办法 但确实是滑了 这有点尴尬 说实话很意外 就是李宁也 我也挺吐槽的 鞋一直我觉得 怎么回事 就是自从尾德知道6以后就没有见过好鞋了 预算也做得很拉垮 特别是有几代那种 哇音速也做得很差 就今天突然搞个这个 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找到一个好的方向 要么就是它确实这个重体材料也开始就是搞的调配的也不错了才能够做出来 因为确实现在你看这鞋子里面 重体材料只有它一个是用的全掌的这个超零件发包的PBX 它的重体材料是最轻的 所以李宁确实有发力的进步 包括阿踏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国产品牌这个 那那什么奈特 乔丹和阿迪都是那种 就是确实国产品牌只要加把力好好搞一搞 都可以就是发售别搞那么恶心 你这些东西都跟那些大品牌差不多了 真的比较好了 发售还学那些大品牌的坏毛肚子 不行 好 下面就是冠军了 冠军 诺云拿起 爱得要死了这个鞋 你看这个鞋是我前几天又从一个朋友那里 就是观众朋友那里 他帮我从日本就是又海淘回来的 因为这个鞋明年就没有这么好看了 我赶紧就买了 然后明年的这个鞋鞋底还是一样的 鞋面会没有这么的流畅 所以大家想买这个鞋的 现在其实已经没货了 你们只能在海淘了 其他渠道买了 我与交burst的故事 什么鬼 我怎么还曾经在小时候写日记的 纯真巨婴世界里 赶快长大吧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小区詹姆斯微信心发回的现场报道 当时我记得是2019年的8月还是9月 我就是在身后这家星巴克的咖啡店 第一次见到了 Jalburst的24代 当时我就觉得他颜值高昂 稳定 支撑强 还能打外场 一下子就忘记了我心爱的姑娘 他的后跟稳定片灵感 应该是来自于亚瑟士内部集团 针对低足弓跑者的支撑王者卡亚诺后跟的片段 他的颜值让我想起了白蓝色AJ17奏机的爵士 鞋领口处深色的位置 给鞋身全白留下了勾边的处理方式 祖传透气抗扭片 可谓是这双鞋的经典自带部件 植骨下方的两条线足弓支撑 不只是一点点 最后他鞋底如粗糙 橡胶配方抓地又如此牢靠 我穿着他走南闯北的罩 上海 北京 山东 哈尔滨 杂涩的室内外球场 都没能磨出这双鞋的中地材料 2020年 我几乎想好好打球的外球 都是跟他人家度过的 不多 这双鞋我也就买了四双 太适合我这种小区一到五行位 都要打的小区詹姆斯了 胶Burst的结构出彩之处就是它的中底 大型抗扭片 前端两个伸出来的长板不仅延伸到了前掌下方 还在外侧做了垂直的防侧翻补墙 或跟灵魂缓震发泡胶属于常规操作了 总之这个设计属于难得一见的简约而不简单 好 以上就是小区詹姆斯为你发回的 关于这个胶Burst的现场小故事 希望大家喜欢 下面让我们切回到主会场 这个鞋明年的新版本的 会跟这个鞋底差不多的话 性能不会太变 所以先说这个鞋性能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击败这些鞋的 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啥毛病 打外场也可以 打内场也可以 橡胶抓地永远在线 这个鞋也有像它一样有低帮版 你还没说低帮 其实那种鞋的低帮也很好 这双鞋的低帮和它的高帮合在一起了 排在第二位 这双鞋其实它也有低帮 它低帮也表现不错 也是货量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到的 我觉得就是赚到 好吧 然后这个鞋怎么说呢 我反正我真的很喜欢它 就这个鞋 你看鞋底还有凸气功 怎么说呢 你们服吗 就我们穿过吗 舍不得穿 有一种舍不得穿 服的 这双鞋子我一开始先尝试的是 白银的低帮 低帮鞋子 一是被老板洗脑 二是刚好它激过来了 它激过来了 它激过来我真的尝试了一下 并且在未磨合的情况下 我就穿着它去打很激烈的比赛 就是真正的那种比赛 结果让我觉得表现非常不错 它也不会说给你很惊艳的感觉 但是它就是哪哪都挺稳 确实它是亚瑟士球鞋里面最适合我的一双 我当时给出了一个比喻 这两双鞋子加起来除以2 就等于是交burst 然后交burst确实也是最适合我这种小前锋打法的 唯一一点点可能就是它达不了100分 就是这里鞋面我觉得有一点点不跌合有点点个 别的就真的没了 反正各类的我都觉得够用 好 您中奖有了 好 你呢 好 这很好 我打过一次的 冻了 我把南瓜扣住了 就是我打了这么多鞋下来 我觉得遇到过的一双鞋真的很完美的鞋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适合这双鞋 它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的特别多的不友好 好吧 这就是今年我觉得今年的一个盘点 我觉得今年的鞋总体来说去年强了很多很多 去年10名里面有8个我们能推荐给大家 有两个都根本推荐不出手 今年是铺出来了 其实后面还有一双它很喜欢的一帅14 都没有排得上榜 就是因为评价来不够 所以按去年那个情况可能早就有1800 1700了 所以今年好鞋真的很多 然后大家想买的话其实可以放开 这鞋其实尤其推荐的 大家比如说这个后卫什么风线内线后卫都很适合 只有这双1000 这双一鞋 其他的鞋都是1000以内的 都是很便宜的鞋 今年也不用特别像往年要花很多钱去买各种各种各样的 去年的鞋我觉得都是前三都是1000多的鞋 都是1000多的鞋 全是AJ 所以今年AJ没戏了没啥戏了 大家不买AJ也过得非常滋味 明年各位有什么打算 继续测鞋 然后尽量多研究一些课题给大家吧 我觉得再不做课题不行 因为老实说一双一双的鞋也要说 但是每年都要我们要为运动鞋 特别是篮球鞋 如果是做篮球鞋的话 为这个行业贡献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些力量 比如多做一些深度的分析 其实今年有我们球鞋的弯折 还有一些缓冲 我们去那个工厂给大家看鞋底怎么做的 Vibro那些还挺好的 明年做点有意思的鞋 有意思的鞋 帮大家开会 我总觉得大家似乎眼睛就放在篮球鞋上了 你还说开阔五指鞋都不穿呢 五指鞋穿 我现在还穿排球鞋 还穿跑步鞋 还穿越野鞋 然后还会研究一些比较冷门 没有大多数人知道的一些复古的鞋子 那这篮球鞋就是我们持续吧 明年持续给大家带来这样比较稳定的一个排行吧 好到这里了 几个鞋蛋糕得到来看 元旦快乐是不是 这一集叫做元旦快乐 元旦快乐 年年有余吧 可以年年有余 你看 花开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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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牛年 年年有余 真不错 拜拜 拜拜